喂师傅 上周旅我打通电话了之后 您电话里说我凶一个年纪大的女士 之后我回去问了我妈 之后我们大概两个月前之后 我大概好像有一次不开心 之后当时我还拿出一部分功德 出来化解跟我妈的冤结 还许了小房子 之后还念了礼佛 之后我想说的是 你自己都忘记了 师傅怎么看得出来的了 对对因为没想到两个月前的事情 太激动了 之后又我想分享一下 真的是修行如履薄冰 因为当时我也忏悔了一面的小房子 之后还化解我妈的冤结 我没想到两个月后 之后因为还是因为这个事情 就是求的事情差了那么一点点 真的是想要告诉大家 真的是修行真的是如履薄 柏林一点点都不能差的 看师傅都把你什么事情都看出来了 对对对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真的是很感恩师傅告诉我这一点 我以后一定好好地就是 因为你妈妈念经的 所以你更要当心 她不念经还好一点 她一念经天上 菩萨都知道忽法生 你跟她一吵一闹 忽法生就帮你记账 好了你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顺利了 听不懂啊 是是是是 是是师傅 我先问一下 昨天呢 我告诉你 昨天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呢 过去诡谤心理法门的人走掉了呢 真的是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太严重了 不可以这样的 果报如影随形的 是啊 真的 真的一点点流离不畏 因为我当时还想 我转了功德之后 我还念了小房子 我还我还念了礼佛 是不是是不是礼佛和小房子念的太少了 之后没有把这个业障给消除掉呀 会的 因为你心中还有芥蒂呀 因为你当时照着业 你礼佛要多念 因为念礼佛的话 就是等于跟菩萨 大菩萨跟忽法生都打招呼了 我改了 我改了 你如果单单念姐姐做没有用的 听不懂啊 我 是 感恩师傅 这真的是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修心 之后一点点也不能出错 其实一定要好好的忏悔 我在这里给师傅忏悔 跟我妈妈忏悔 我做错了 真的对不起